远景一个接一个冲进店内 医院警方接获线报 热闹的北市中山区 竟然藏有非法赌场 整首刺青身材较好的女子 就是这处赌场的女和官 祖先李姓男子 以每小时三百元的薪资 聘请她招揽客人 赌场就设置在后方 利用装潢隔间做掩护 赌客则从侧门进入 这一阵一阵一阵而已 没有就是一年过来装潢 对 装潢半年了 装潢不好 就是生活要做生意 装潢进度太诡异 就连邻居都起疑 警方上门搜索 一共逮捕十名嫌犯 其中包括七名赌客 及三名相关负责人 以及赌金近二十万元 当场人赃俱获 负责人及两名员工 依刑法赌博罪 依请地监署侵犯 令七名赌客 依社会秩序为无法裁判 祖先找来美女和官 一个月砸下十五万成租店面 还利用装潢掩人耳目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想不到才开业两周 就被警方逮个正着 想靠博弈赚钱 这局显然输得彻底 记者黄天耀游桃 台北陈文报导